说起超级富豪呀 你能想象他们都过的什么生活吗 不废话 下面我们就来揭秘亚洲顶级富豪的生活 到底什么样 第20位 阿联酋国王2024年净资产超过了180亿美元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 毫无疑问他是亚洲和全球最富有的皇室成员之一 说到奢华生活 这位国王简直就是奢华的代言人 他的房地产投资组合 简直像是富豪梦中的购物清单 包括价值10.5亿美元的扎比尔宫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夸张 那他还有一套3.2亿美元的摩纳哥顶层公寓 一座价值2亿美元的摩洛哥马拉喀什豪宅 以及那座有钱人玩的七星级酒店 价值10亿美元的迪拜布尔基阿拉伯七星级酒店 说真的呀 这种奢华简直让人觉得连建筑工人都要带着墨镜去施工 至于豪车游艇和私人飞机呢 他的车库就像是奢华车展 定制的800万美元杜金劳斯莱斯幻影 好像是他每天去超市购物的代步工具 稀有的480万美元可尼赛格 看起来就像是他周末放松的玩具 还有价值200万的2022年定制迪阿布罗16 估计是他平时用来吓唬小孩的 在海上 他的62米超级游艇价值5亿美元 这艘游艇大到可以在上面举行一次小型的海上派对 邀请所有海洋生物来参加 而在空中呢 他乘坐的波音747BBG私人飞机 不仅能容纳全家和所有朋友 还可以顺便带上几件豪华的家具用品 感觉他每天的生活就像是个巨大的奢华的主题公园 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只能羡慕嫉妒恨的看着他在上面玩乐 第十九位 金宇正 净资产50亿美元 这位朝鲜的女王 拥有一架价值5600万美元的私人豪华飞机 真的是炫富的不二典范 她的衣橱简直像是高级时尚展览 一堆奢侈品让人目瞪口呆 比如那只价值7.7万美元的克里斯汀迪奥手袋 光这一个包就足够支付朝鲜数百名工人的年薪 再看她那2万美元的188克拉劳力士女腕表 5万美元的Just Uncle手镯 还有价值20万美元的60克拉卡地亚钻石项链 真是奢华的代表呀 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 金宇正的生活自然不是普通的富裕 她的家族掌握了整个国家的财富 金宇正的豪宅也都位于平壤金家族大院内 其中包括一处名为第55号关底的私人行政关底 她的汽车阵容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一辆价值57.8万美元的庄甲奔驰S550S机车 这车能抵御子弹和火箭弹 看来呀 她的安全也很奢华 此外呢 她还拥有一艘价值约700万美元的游艇 随时可以开启她的奢华水上之旅 第17位 拉克西米米塔尔 净资产153亿美元 是印度的钢铁巨头 也是奢华生活的代名词 要说到她的车库呀 那简直是豪车的天堂 米塔尔的车库里藏有地球上最顶级的豪车 但她的超级游艇和私人飞机 才真正让人瞠目结舌 比如她的超级游艇阿米 价值1.5亿美元 全长267.5英尺 奢华程度呀 简直无与伦比 还是航行时 她可以尽情享受豪华的设施和服务 而在空中呢 米塔尔同样不甘落后 她的弯流G550私人飞机 确保了每次飞行都舒适且风光无限 当然了米塔尔的财富 可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玩具上 她在房地产方面 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资产 她位于伦敦肯新东宫花园的住宅 塔吉米塔尔 价值1.28亿美元 这座豪宅不仅拥有12间豪华卧室 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土耳其浴室 以及宽敞的车库 简直就是奢华的代名词 除此之外呢 她在新德里的阿卜杜勒卡拉姆路 也有一座价值3000万美元的殖民风格别墅 这条街道啊 可是印度的精英区之一 说到派对呢 米塔尔可是高手中的高手 她女儿维内沙·梅塔尔的婚礼 被誉为历史上第二昂贵的婚礼 花费高达55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 为期6天的奢华庆典 让人叹为观止 这场婚礼 不仅证明了米塔尔在庆祝活动上毫不吝啬 也展现了她对奢华生活的极致追求 第16位 努兰·拉姆萨 她的净资产虽未公开 但毫无疑问 她的奢华生活让人责舍 作为泰国的亿万富翁 她的生活方式 看成豪华教科书中的一张 努兰不仅仅是个纸上富翁 她曾花费6.1万美元 鼓励泰国女子足球队 晋级2023年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 作为一个运动爱好者 她对支持足球队的热情 简直可以编成一部大片 除此之外 她还用劳力士手表 iPhone13和名牌手袋等奢华礼物 奖励她的Port足球俱乐部的球员和员工 她在曼谷的奥迪展厅里 豪值120万美元 仿佛在玩豪车消消乐 尽管如此呀 努兰确切净资产仍然是个谜 像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 被严密保密 作为泰中拉姆萨姆家族的成员 她的家族创立了 泰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开泰银行 拥有近170亿美元的资产 作为曼谷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努兰与全球名流交朋友 其中包括英国的哈利王子 她还拥有泰国独家爱马仕经销权 对购买设计师服装 包袋和珠宝情有独钟 她的豪宅装饰风格 简约而不失奢华 融合了中性色调 吊灯和最先进的家具 闲暇时 这位亿万富翁 总是不遗余力地展示她的财富 总的来说呢 努兰拉姆萨姆的生活 简直是财富的终极展示 她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 花钱如流水 第15位 金正恩 净资产 未知 金正恩自2001年起 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 奢华生活的追求 堪比007电影中的超级反派 就那2017年来说 她花了270万美元 让她的奢华团队 过上了顶级生活 每年她还花费2100万美元 来采购轩尼诗 这让她家酒柜 看起来就像是酒庄里的顶级收藏 此外她的价值 超过800万美元的手表收藏 绝对能让任何007的反派都眼红 毕竟这些手表呀 比她电影里的道具还要奢华 说到豪宅呢 金正恩的朝鲜宫殿数量 足以让任何皇室家庭汗颜 她拥有约20座宫殿和豪宅 其中一座在圆山 还有500米的私人跑道 仿佛自己住在一个奢华机场 平壤的主要住所 更是配备了地下战争指挥中心 电围栏 雷区和安全检查点 简直是将生活提升到了国防级别 对于豪车呢 金正恩可是下足了功夫 她的车库里有100辆奢华车辆 从50万美元的装甲梅塞德斯奔驰S级车 到几辆劳斯莱斯 路虎和奥迪 感觉每辆车都是用来逃脱的高级道具 至于飞行呢 金正恩拥有一架苏联制造的 伊尔62查姆伊私人飞机 内部装饰奢华到 让五星级酒店都自愧不如 而且呢 她还经常乘坐被称为 移动堡垒的豪华装甲列车 真是把豪华二字发挥到极致 水上活动方面 她的游艇也不甘示弱 拥有一艘价值数百万美元的 公主95米游艇 简直是海上的移动宫殿 第14位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净资产超过180亿美元 作为沙特阿拉伯的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对奢华生活的追求 简直是不可思议 她的财富来自于 沙特阿拉伯丰富的石油资源 但她的消费水平呢 就像是钱多到数不清 这种幻想变成现实 说到奢侈品呢 MBS简直是一位奢华的收藏家 她在利亚德的阿尔雅玛宫 和皇家二哥宫 不愧是豪华宫殿中的极品 这些宫殿呀 大得让你怀疑自己 是否走进了一个小国家 此外呢 她还在2015年 收购了法国路易十四城堡 这座城堡的价格 高达3亿美元 简直可以说是 她的度假别墅了 她的游艇收藏 也是让人瞠目结舌 她拥有塞里纳号 世界上最大的 私人超级游艇 价值5亿美元 还有佩加索斯号 她的价值也不小 约1.2亿美元 汽车方面 她的收藏同样令人惊艳 包括一辆价值110万美元的 六轮越野奔驰G63 和一辆价值45万美元的 Lamborghini Aventador 以至于飞机呢 她也不甘示弱 她拥有全球最大的定制空客A380 另有一架波音747 造价约1.5亿美元 足以让任何人 都对她的空中大本营 心生敬畏 不仅如此呀 MBS还曾花费4.5亿美元 买下达芬奇的救世主 这一举动就像是在告诉世界 我不仅仅是一个王储 我还是一个奢华品的超级爱好者 第13位 杰克马 净资产283亿美元 从一个身高仅5英尺 曾被KFC拒绝的英语老师 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之一 杰克马的转变 简直像是现代版的励志传奇 他的故事不仅鼓舞人心 而且他用财富的方式 也让人眼界打开 说到奢华杰克马的车库 可以称的像是顶级豪车博物馆 从价值5万美元的 梅塞德斯奔驰迈巴赫62s 到26.9万美元的 宝马G60i 再到11.5万美元的 RX5S SUV 这些车的价格 可能让你的钱包感到发难 而RX5S 即使是其中最便宜的一辆 也比许多人一年赚的钱还要多 他的房地产投资呢 也充满了奢华气息 想象一下啊 他在香港最贵的住宅区 拥有一座1.93亿美元的豪宅 再看看他花了约1600万美元 买下的198英亩的香宝葡萄酒庄园 更别提他创办阿里巴巴时 所住的湖滨花园的公寓了 这些地方的价值呀 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 飞行方面 杰克马的选择同样令人惊叹 他拥有一架价值4970万美元的 弯流G550私人飞机 还有一架价值7000万美元的 弯流G650一儿私人飞机 简直是空中富豪的代名词啊 而他的290英尺长的Zen超级游艇 价值约2亿美元 能让他在海上享受五星级待遇 尽管杰克马的财富让人春不结舌 但他依旧保持着谦逊的生活方式 这使得他在亿万富翁中 显得格外亲切 看来呀 真正的财富不仅在于你拥有什么 而在于你如何享受这些财富 第十二位 谢赫曼苏尔 净资产300亿美元 在那张300亿美元的笑容背后 阿联酋的谢赫曼苏尔本扎耶德阿尔纳哈扬 是奢华生活的真正代言人 热衷于收集豪华房地产 超跑私人飞机和游艇 曼苏尔毫不犹豫地赤资4200万英镑 购买了西班牙的洛斯坤托斯德圣马丁庄园 还花了1600万欧元 买下了费尔莫拉尼庄园 而它呢 位于阿布扎比的3亿美元阿联酋皇宫 更是它的地产收藏中的皇冠明珠 说到车呢 曼苏尔的车库 让所有超跑迷为之倾倒呀 它拥有多辆布加迪威龙 300万美元的保时捷911 GT1 法拉利599XX 麦凯伦MC12 法拉利F40 列举不完呢 它的奢华生活还包括游艇和飞机 2022年 曼苏尔花费6亿美元 购入了超级游艇蓝色 并拥有一架价值4.5亿美元的 波音747私人飞机 是全球最贵的私人飞机之一 除此之外呢 它还投资全球多个公司和足球俱乐部 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 第11位 文莱苏丹 净资产300亿美元 这位富豪的奢华生活呀 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每次理发花费高达2万美元 还专门从伦敦的多切斯特酒店飞来理发师 简直是理发界的贵族待遇 文莱苏丹的伊斯坦纳努爱曼宫 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宫店 价值约39亿美元 拥有超过1700个房间 和闪闪发光的22克拉金色圆顶 奢华的令人难以置信 但这呢 只是冰山一角 苏丹的豪宅阵容 还包括英格兰伯克郡的 宏伟芬比尔德庄园 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 皇家公园酒店 它的车库呢 更是梦幻之地 收藏了约7000辆奢华汽车 其中包括600辆劳斯莱斯 连镀金款都有 400辆奔驰 450辆法拉利 370辆宾利 和275辆兰博基尼 总价值超过50亿美元 车迷们估计看一眼 就要晕过去了 苏丹的空中交通工具 同样令人责舍 它的镀金波音747 价值约4亿美元 配件就花费了1.2亿美元 此外呢 它还拥有一架 价值2.33亿美元的 空客A380 而作为艺术品收藏家 它的品位也是不凡 拥有一副 法国印象派大师 雷阿诺 创作的7000万美元的油块 和一块价值700万美元的 金色珠宝刺绣地毯 为了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 它毫不吝啬地 花费了约2700万美元 真是把好字 发挥到了极致 第十位 巴沙尔阿萨德 净资产高达340亿美元 作为叙利亚的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的财富 让人难以忽视 传闻它的家族和亲密圈子 掌控了叙利亚 60%到70%的资产 感觉它就像在现实生活中 拿着一张垄断棋盘 随意布局 阿萨德的资产 各国家预算 足以让它享进生活中的奢华和舒适 它居住在一座价值15亿美元 如同碉堡般的叙利亚总统府 这座宫殿不仅防守严密 还配备了奢华的设施 绝对与它的身份相称 阿萨德的财富还遍布全球 在俄罗斯香港 黎巴嫩摩洛哥和各种连岸账户中 都有它的金库 虽然关于它个人资产的具体信息很少 但可以想象 阿萨德一定拥有多个豪华地产 一个令人垂涎的超级跑车车队 私人飞机和游艇 相比之下呢 它的堂兄拉米脉络 以奢华生活闻名 净资产在51到150亿美元之间 它的儿子们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炫耀豪车 私人飞机和豪华的住宅 有兴趣吗 这个我们以后会专门制作影片介绍 第九位 萨维特利·金达尔 净资产351亿美元 萨维特利·金达尔不仅仅是 印度最富有的女性 更是全球第六富有的女性 现年74岁的她 自2005年丈夫去世后 接管了OP金达 钢铁和电力集团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凭借她的地位和财富 她的生活方式 自然也是极尽奢华 金达尔和家人居住在 德里一座价值2000万美元 占地三英亩的别墅中 此外呢 他们还拥有位于哈里亚纳邦 和马哈拉士特邦的 大片农业用地 以及价值290万美元的 豪华住宅 对于金达尔来说呀 豪车 游艇和私人飞机 不过是标配 她的净资产 从2020年的约48亿美元 飙升至2022年的177亿美元 并在2023年初 进一步增长至290亿美元 金达尔不仅在商业叱咤风云 还积极参与政治 曾担任哈里亚纳邦政府的部长 展现了她 在多个领域的卓越影响力 第八位 刘景正 净资产379亿美元 刘景正和她的家族 虽然在西方世界 并非家喻户晓 但他们的净资产超过了一些国家的GDP 这位日本商人是 Fast Retailing的创始人和总裁 Fast Retailing是全球知名品牌 优衣库的母公司 也让刘景正成为了 日本最富有的人之一 福布斯数据显示呀 刘景正非常懂得 如何花费她的日元 刘景正的实话生活呢 从她在东京郊外的豪宅开始 这座位于森林中的豪宅 价值5000万美元 面积达到了16586平方英尺 此外呢 她在东京专属的澀谷区 拥有一套价值7400万美元的房产 每年夏天呢 刘景正都会飞往夏威夷 在她购买的两个高尔夫球场 享受三周的假期 其中一个呢 是她以5000万美元 从Mowland & Penipo公司 购买的Plantation 高尔夫 Coast 另一个是她2010年收购的 Lush Clovis 价格为410万美元 作为一位对艺术充满热情的人 刘景正不仅收藏了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等知名艺术家的 现代艺术作品 还经常举办展览和文化活动 对于刘景正来说呀 豪车飞机等奢侈品的消费 显然只是生活中的点缀 第七位 李嘉诚 净资产379亿美元 李嘉诚有名亚洲超人 他的逆袭故事堪称传奇 激励了无数创业者 从草根走向巅峰 李嘉诚从战乱中的贫民难民 到创办塑料公司 再到建立香港商业帝国 他用一生书写了草根逆袭的传奇 如今96岁的李嘉诚 担任长江实业和长江技实业的高级顾问 这两家公司在全球50多个国家 拥有超过30万名员工 年收入高达573亿美元 尽管拥有一万财富 李嘉诚的生活方式却相对简单 他经常佩戴廉价手表 如价格仅50港元的citizen手表 和稍后的seeker手表 然而不要被他的低调外表所迷惑呀 李嘉诚实际上是一个房地产大横 他在香港深水湾 拥有一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别墅 堪称他庞大投资组合中的一颗明珠 至于他的汽车 游艇 私人飞机等奢侈品 虽未被广泛披露 但可以想象啊 这位亚洲超人背后 必然有着令人惊叹的奢华投资组合 第六位 马化腾 净资产407亿美元 想知道如何用数字魔法 积累巨额财富吗 那就看看马化腾的传奇吧 这位中国投资大师 不仅是腾讯的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还将这家公司打造成了 全球领先的游戏娱乐和科技巨头 腾讯不仅仅在中国推出了WeChat微信 还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了多个子公司 几乎无处不在 作为商业精英 他还在Snapchat Tesla Spotify 和Epic Games等公司拥有股份 说到施华生活呢 马化腾的艺术收藏堪称一绝啊 价值约1.5亿美元 他在香港东南角的海滨豪宅 价值2.9亿美元 还花6190万美元 买下了曾属于王室航运董事长的另一处豪宅 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啊 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尽管他对个人生活保持低调 极力保护隐私 但他在商业领域的成就却不可小觑 我们不禁猜测 考虑到他对创新的热情 未来他呢 可能会支持建造一座真人大小的长城模型 毕竟啊 在他的世界里 什么都可能成为现实 第五位 张一鸣 净资产434亿美元 认识张一鸣 这位从北京四居市公寓的程序员 到全球顶尖亿万富翁的传奇人物 他是自己跳动的创始人 这家公司不仅推出了 风靡全球的TikTok 及抖音国际版 还拥有超过10亿的活跃用户 虽然你可能会幻想 这位TikTok巨头的生活 像数字世界的摇滚明星 骑着镀金滑板车 宠物羊婆在一旁跳舞 但现实中呢 张一鸣却非常低调 他可以保持私人生活的隐秘 几乎不在公众视野中露面 也从未炫耀过自己的财富 我们所知道的是呀 他是一位家庭专注的父亲 已婚且有两个孩子 虽然我们只能猜测 他的奢华生活 但可以合理推测 他一定拥有多个豪华物业 顶级豪车 私人飞机 以及其他我们无从得知的奢侈品 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呀 生活肯定充满了 无尽的惊喜和机会 毕竟爸爸的财富 让他们可以拥有 几乎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第四位 黄征 净资产507亿美元 黄征这位名单上 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正是中国财富的新星 他是拼多多的创始人 以及前首席执行官 拼多多已经成长为 中国最大的农业电商平台 截至2022年 拥有约7.5亿活跃用户 黄征的财富 主要来源于 他在拼多多的股份 此外呢 他还掌握着 至少三家注册在 开曼群岛的 有限责任公司 尽管他的商业成就惊人啊 黄征的个人生活 却保持了极度低调 几乎无人了解 他的私密世界 他的奢侈品购买情况 更是神秘的 让人像福尔摩斯一样 也无从探查 黄征的成功并非偶然呀 在2010年 他通过出售 电子商务网站 ap.com 就赚了220万美元 此后 他继续涉足成功的项目 包括利用微信平台 运营的角色扮演游戏公司 凭借如此显著的商业成就 我们可以相信 他的财富不会轻易流失 第三位 钟闪闪 净资产598亿美元 想知道如何将水 变成数十亿美元吗 认识钟闪闪 这位通过瓶装水 实现财富梦想的 传奇人物 钟闪闪被称为孤狼 是农夫山泉的 创始人和主席 同时 也是北京万代 生物制药的 主要所有者 他在2020年 将这两家公司成功上市 使他的净资产 从约18.9亿美元 暴涨至超过598亿美元 虽然钟闪闪的生活 非常地表 但他居住在 豪华的杭州西湖区公寓 该地呢 也是农夫山泉的总部 西湖的宁静风光 为他提供了 优雅的居住环境 尽管钟闪闪生活简单 但作为中国首富 他的简朴生活中 或许暗藏一两艘豪华游艇 仿佛是未被揭开的珍宝 如果月球上开卖豪华游艇 估计呢 他也能轻松买得起 第二位 格达尼 净资产 856亿美元 格达尼是印度第二富有的人 也是阿达尼集团的主席 这个集团 市值高达320亿美元 格达尼不仅掌控着 印度最大的港口 蒙德拉港 还对旅行情有独钟 拥有三架私人飞机 比奇 霍克 和庞巴迪型号 一飞冲天 可不是问题啊 但格达尼的奢华 不仅限于天空 他的车库里 收藏了宝马7系 劳斯莱斯幻影 和法拉利加州 这些车呢 不仅在地面上大放异彩 也展示了 他对速度和设计的热爱 对于海洋呢 他的兴趣同样浓厚 虽然具体的游艇细节 未被披露 但他可能在 其5200万美元的 新德里首府旁的水域中 优雅的航行 这座豪宅的1.8公顷土地 为他提供了 完美的隐私空间 格达尼还对房产呢 充满了热情 收购了孟买国际机场 并在印度的 6家上市公司中 大力投资 尤其是在 可再生能源领域 他承诺 在这一领域 投资700亿美元 继续推动 他的商业帝国壮大 尽管格达尼的 个人生活保持低调啊 但他的商业成就 和实化生活方式 无疑令人瞩目 第一位 穆克什·安巴尼 净资产 1104亿美元 穆克什·安巴尼 这位印度首富 和亚洲最富有的人 过着令人叹为观止的 奢华生活 他的私人住宅 梦买的安提利亚 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住宅 价值高达10亿美元 这个27层的豪宅 配备了600名员工 三个直升机停机坪 一个容纳160辆车的车库 私人电影院 游泳池 以及一个雪市 完全是奢华生活的 极致展现 安巴尼的奢华不止于此 他曾为儿子的婚前庆祝活动 支付了630万美元 请来性感歌星 雷哈娜演出 此外 他还送给了妻子一架 波音商务飞机 飞机内设有客厅 卧室 办公室和豪华浴室 作为生日礼物 尽显其对奢华的 无限追求 安巴尼家族 专门为他们的豪车 设立了一层车库 收藏包括宾利 保时捷 劳斯莱斯幻影 和保时捷卡宴等 顶级豪车 他的商业地固 涵盖石化石油 天然气 电信和零售领域 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让他尽情享受 生活的每一面 此外呢 作为体育爱好者 安巴尼还拥有 印度超级联赛的股份 和IPL板球队 梦买印第安人 接下来请继续欣赏 我们为您挑选的精彩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不妨点击通知按钮 这样每次我们更新视频时 您都不会错过